第三个的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讲两个环节的 接下来是什么 供应上的考核 第一个呢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没有这个考核 没有这样的一个制度的要求 第二个呢是什么呢 还是讲的制衡性原则 就是你制定这个考核指标 考方法 你提出来之后 还要经过审额审批 那不能是呢 你既负责制定方案 又自己去审额审批 那不行 这样的话呢 不符合我们说的 不相容指质 要相分离这样一个基本的做法 第三个是什么呢 你供应上考核管理 就是采购部门自己提出来 没有吸纳呢 其他部门 比如说生产部 财部 参主部 这样的一些其他部门来参与 那也不行 实际上也是违背了制衡性的这种原则 所以你通过我们讲这些 你会发现这种风险 无非就是一个 制度不够完善 或者制度缺失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违背了我们的这种制衡性的这种原则 主要是这些 那么供应商这个考核管理 具体来讲的是供应商考核管理条件不完善 那我们怎么来这个去甄别 合格的供应商和不合格的供应商 那可能会导致呢 不合格的供应商呢 一直存在 我们这个 采购业务呢 一直可能会存在什么 就是 直次 价贵这样的 局面 是吧 质量达不到要求 价格呢也很贵 是不是 这样的这个现象呢 可能就一直没有办法去避免 所以呢 就是 我们一定要有呢 相应的这种 对供应商的这种考核的 相应的这种制度办法 这样的话 有迹可依 第二的是什么呢 就是 要 就是说这个 不相容职质相分离 我们这个 方案制定 制定是一批 审和审批呢 又是一批 这样的话呢 才能确保 我们做下来这种考核的计划 考核的方案 才是 公平公正的 才能符合呢 这个企业的 整体的利益 不会产生的 独职风险 第三的就是说 尽管我们说 在采购业务当中 我们有 规合管理部门 有 主要是采购部门 我们要有采购部门 来签通组织 整个采购业务的 这种进行 但是呢 我们说还要有 其他部门的参与 包括我们在 供应下的考核 管理工作当中 要有参主部 采购部门的这种意见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 这个 第三个 第四个呢 就是信用调整管理 就是 如果我们发现了 我们通过考核 我们发现了 供应商 存在着一些问题 比如说 它的质量 老是出问题 是吧 或者它的 及时性 提供这个 我们这个 所采购的 这物资的 这种及时性 老是出现问题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对 供应商的这种 我们对它的这种 采购的额度 要进行适当的 这种调整 那么在这个方面 我们一般会 存在什么问题呢 你们看到 一个也是一样 制度 没有完善 第二呢 就是什么 没有贯注的 支含性这种原子 还有一个就是 信息传递不及时 那关于第一个呢 我们已经说了 实际上就是 没有这个制度 作为的 使得的我们 对供应商的 这种信用条件 实际预计 管理之后会混乱 第二个呢 是说 你不能够是 既当应用员 又当裁判员 这样很容易呢 产生内部人舞弊 也就是说 资深呢 不败风险 第三呢 一定要在贯注之后 实际上就是 三权分离 否则的话呢 是什么 太随意了 也是容易呢 产生什么 内部人舞弊 第四呢 是什么 信息传递不及时 就是 可能呢 你这个是什么 没有路 你 调整这个审批书 通过了 但是没有路路 信息系统 那可能呢 打印是说 不能实现 信息共享 其他部门呢 没有做出 及时的反应 那这样的话 也会造成什么 前功尽弃 是吧 这是 我们讲的就是 在供应商管理当中 存在的一些 四个基本环节 存在的一些 主要的一些 风险 那接下来我们 讲个案例 就是2014年7月20号 麦当劳 肯德基 毕生各 这些知名 夸张企业的供应商 之一 上海夫妻食品 有限公司 被爆出 存在着 严重的食品 安全隐患 那么 面对这样的一个 突发事件 都是快转行业 两家这个跨国系统 一个是麦当劳 一个是FC 那因为他们这个 不同的这种 供应商管理 思路 做法 不一样 有差 有差异 这导致了他们 所面临的这种 所以这个世界 所带来的那种 负面的影响 对他来说 程度又不一样 有区别 因为麦当劳呢 和他主要的 这个供应商 大供应商的商务网呢 从来不签订 正式的协议 只以双方握手为标志 更喜欢呢 用一批 专职的供应商 对 实际上这个世界 对他来说是 造成的负面影响 程度就比较大 因为他 违背了我们所说的 不要把所有的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 是不是 也说 尤其是你的主要原材料 你不能是吃铐 一个供应商 唯一的供应商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有很多弊端 一个 他可能会老体价 第二个 这个供应商 如果他的生产进行 出现了问题 你可能是什么 会带来你的这个 影响你的这个 生产的这个 正常这个进行 第二个 但是肯定金的这个做法 刚好是 他是相反的 他的 有很众多的供应商 同一种这种盐材料 同一种物资 我有 多家的供应商 这样的话呢 一旦呢 某一家供应商出现的问题 不至于对他带来这种什么 伤筋动骨的这种影响 这个实际上就告诉我们 就是说 我们 就是说这个 在 供应商的这种 管理当中 要注意什么 尽管的避免 就是 主要依赖于 一家供应商 所以我们要建立的这种 供应商那种 合格供应商名单 或者叫呢 品牌库 就像万达 他实际上就是说 我同每一种业务 我都 有什么 有品牌库 经过我的评比之后 严格的评选之后 我有 多家这个品牌 同一种这个 物资 同一种这个材料 我都有多家这个 品牌供应商 可供 他这个进行选择 这是 这样的话呢 就是在 经营上呢 比较灵活 能够适应的这种什么 市场的波动 一旦这个主要的供应商 出现问题之后 如果你这一家 那就像麦当人一样 非常被动 就是 好 我们来这个 讲完这些 供应商管理当中 四个基本 环节 以及存在的这个 普遍风险 接下来 我们说 应该怎么来进行 内控制度的设计呢 也是 按照这个四个方面 四个基本环节 我们来进行 讲解 首先呢 是 新供应商的这个选择 我们说 一般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要去 收集供应商信息 向供应商发放 供应商信息调查表 然后呢 经过我们初步的分析 评价于筛选 提出后选供应商名单 然后呢 经过审格审批 是吧 然后呢 是审格通过的 后的后应商 我们要加以分类 加以分类 实际上 我在这个前面也讲过了 我们在进行 内控制度的时候 也要呢 贯置精细化的 原则 现在我们经常 讲一句话是吧 随着我们这个 许多这个行业 产能过剩 市场保 竞争越来越激烈 所以呢 我们不能再像过去一样 起一味的去 抢速度 拼规模 我们要呢 去转向于什么 质量和效率 要从过去的 初方式管理 转向于的精细化管理 那什么叫精细化管理 实际上就是叫 八个字可以来概括 它的本质 就是分类管理 区别对的 我们供应商有很多 但是我一定要去 给它分类 这好比我们的存货一样 讲的ABC方法一样 ABC 我们存货 材料存货有很多 数量众多 几百种 上千种 你怎么办 我分了ABC三类 然后呢 才有不同的这种 管控的方式 这意思是一样的 然后呢 还有进行现场的评审 一样的检验等步骤 最后提出 合格供应商名单 然后呢 采购部经理 进行审核 管理层进行审批 最后录录我的 计算机信息系统 内部控制最高的境界 就是我的内控 应该和信息化 结合在一起 通过信息化 来实现的 对业务的 这种实时化 自动化的控制 同时还可以 跨业时空的限制 另外一个是什么 一方面提供效率 另外一个方面很重要 可以最大程度的 降低人为的破坏 这个在前面呢 我们也给大家讲解 所以 所以 你如果有条件的话 要尽可能 采用这种信息系统 来实现的这种 供应商的这种管理 好 那么 我们来讲讲 这些关键控制点 首先是什么 关键控制点 主要是 一个 采购部经理 他要去审核供应商名单 我有很多的 我们采购部 有很多的采购业务业 他们负责不同类型的 这种采购 那我可以由他们来 做前期的这种信息的筛选 前期的这种 信息的调查 筛选 评解的工作 由他们提出 供应商这个名单 但提出供应商名单之后 我们采购部经理 一定要去什么 去把关 审核 这样的话 才能够进入到 下一个环节 否则的话 就是什么 你直接就进入 现场的评审 或者样品的抽解 直接就拿到 这个总经理 这个主管的副总 手里去进行 审批 可能就会什么 影响我们的这种 效率 可能就是说 一些这个 其实根本就不合格的 这种供应商名单 就进了进来了 所以我们要 采购部经理 他应该是 当好领导的参谋 他要去进行 对供应商名单的 进行这个审核 第二个是什么 我们的这个 合格 合格供应商这个名单 出来之后 我们采购部经理 也要进一步的去审核 才能提交我们 管理层去审批 是吧 为什么 因为采购部经理 他作为一个部门的 一把手 他肯定对这些什么 是 整个流程他都参与的 对这个 供应商这一块呢 管理他肯定比较熟悉 有经验 是不是 所以他要 为领导人 后面去的这个审批 先当好 先当好参谋 然后呢 是经过管理层审批 这一定要经过审批 更高层的这种领导 当然这种审批可以什么 是 分级审批 什么样的这个供应商 或者主管采购业务的副总审批 什么样的这个供应商呢 要经过 总经营审批 在市场上 董事长 甚至的上会 去进行机体决策 第二个呢 就是 这是我们说的是供应商 名单 那接下来是什么呢 就是 就新供应商那种选择 接下来我们讲的是 供应商的受信审批管理 采购部提出 各个合格供应商的受信申请 这个信我们刚才讲的 现在就采购的额度分配 然后呢 采购财务经理管理层要进行 分别进行审核和审批 管理层是负责审批 他的决策 采购和财务经理 他要进行审核 是吧 我们业务言提出来之后 那么采购经理要进行审核 他是实际上是感应监督 财务为什么也要进行这个审核呢 因为市销就有付款 市销付款 然后这是什么呢 录录这个信息系统 然后呢 最后是 经过审批之后 录录系统 然后呢通知这个客户 关键控制点在哪里呢 这第二个基本关键 就在于审核和审批 所以我们的这个 受信申请报告 首先要经过采购部经理 因为 他在第一线 他最熟悉最了解 所以他要给管理层的审批 要提供呢 当好参谋 提供这个意见 财务呢 他主要是什么 从财务这个角度 主要是什么 我设置要付款 资金这个角度 进行把扣 最后是管理层的审批 管理层审批我们说 也要什么 就是说这个 他要从这个战略这个角度 进行审批 那么这个呢 就要 通过我们这种 审批权限的指引 这个制定当中 体现出来 我们要在这个 我们在编制 常规授权的 审批权限指引当中 应该体现出来 这一块 第三个呢 是供应商的这种考核管理 那么他主要就是 我们要坚持一项原则 就是应该是 新纳其他部门 相关部门来参与 采购部门 可以去牵托组织 他先提出来 这个方案 建立这个指标体系 然后呢 要经过审批 我们这个各个部门呢 要参与的去评分 评分 最后 就是说这个 这个 你一定呢 供应商这个考核报告 是吧 然后呢 对做得好的供应商 我们要应该奖励 对不好的这个供应商 我们要进行惩罚 甚至是淘汰 就是这个供应商的这种 合格供应商名单 不应该是终身制的 我应该是动态调整的 我每 至少是 一年 我要去对供应商来进行 评估一次 考核一次 然后根据考核的结果 我来调整我的 和供应商这个名单 否则的话 他会做会什么 有些供应商 他进来这个名单之后 他实际上是什么呢 他后面是 在和我们这个事前的时候 信息可能不对称 对吧 他进来了 但在实际的这个 打交的过程当中 他其实他是有问题的 比如说交货不及时 或者呢 这个 质量是有问题 那这个时候 你要 去对他进行什么 动态的调整 该淘汰的要淘汰 该选择的要选择 关键控制点是在哪里呢 就是审核审批 就是我供应商的 考核的这个 法案指标体系 要经过呢 采购不经理的审核 同时要经过管理层 其实不只是总经理 应该是管理层 当然也可以说看 我们这个企业制度 怎么规定 是授权给主管财务的 总经理 不总经理 还是说 我们是总经理 还是说 我们要集体决策审批 一般这样的事情 应该是什么 比如总经理办个会 同意来这个决定 好 我们说这关键控制点是什么 首先是说呢 你一定要有审核审批 这样的话呢 才能保证我们采购 我们供应商的这种 考核 方案 尽可能公平 公正 不会呢 你受制 你就是由单独的一个部门 或者单独一个人 说算 最后呢 容易呢 这个 产生内门舞弊 资深腐败风险 那么 经过这个各部门评价 根据供应商 跟我们一年打交道下来的 这种情况 我们要形成一个报告 那一报告里面 设置要讲诚 设置要这种 信用额度的调整 那这个时候呢 需要什么 也需要经过审核审批 这是关键控制点 那么还有这个 讲诚的方案 一样的 好 那考核的指标 我们对供应商进行考核 一般 你在考虑哪些方面呢 或者换句话说 考核指标体系 应该怎么设计呢 我们来看看 这里面讲了这个 总共有八点 一个是什么 你是不是增加了企业制定的 供应商的行为准则 是不是基本的职业道德 另外呢 你的这个及时性 交货期内 是不是提供了符合 采购业务要求 货币的能力 第四呢 是售服务 这个意识 第五呢 质量 第六呢 你的业务流程 硬做的流程 是不是良好 还有呢 你这个 你的这个管理的水平 管理这个制度 第八呢 你的风险 这种意识 这些就是 你主要是围绕着 这八个方面 不是具体的指标 而是说你在设计 这个考核指标体系的时候 一般怎么考虑 我们说这个八个方面 实际上是 我觉得 应该是什么 一个就是看你的这个整个企业 你是个什么样的这个企业 讲不讲职业道德 有没有这个 比较这个健全的管理制度 管理水平高不高 重不重视这种风险管理 这是一个对企业整体的一个要求 再来就是 就采购这个业务活动来讲 我们说一个 当然要考虑这种性价比是吧 质量 交货期 售货服务 这样的一些方面 细节方面 好 第四呢 是什么呢 就是信用调整管理 就是我们通过这种考核 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要进行惩罚 比如说原来额度 采购额度大 我要给它降下来 不然觉得它做得不好 很好 我可能说 这个供应商值得信赖 我们也可以给它奖励 额度呢 给它这个 增加一点 就是说信用调整 就主要是采购额度 那么当然呢 它也要经过点 我们的这种 审核审批 是吧 录录信息执行 这样的一套流程 关键环节 当然也是在审核审批 这样的 也就是说 你这个业务员提出来了 要对它进行这个 信用额度的调整 那么首先 我们采购部 经理 从这个业务角度 你要进行审核 财务部呢 就跟前面 我们叫的 这个信用的这个 审批一样 这是信用调整 前面是信用 那么你 因为社交付款 你要去 参与 进行审核 最后提交给我们管理层 进行审核 那管理层审核呢 就要看我们的 审核前线指令是 怎么来划分的 主管副总 总经理办公室 总经理 董事长 或者是呢 集体决策 那我们来讲个案例 这是一个 制造业企业 六年的历史 那么呢 它这个 采购部经理 它原来的采购 这个供应商 它的这种 评估 考核 主要是由 采购部经理来进行 那这个呢 有 很多的问题 而且呢 容易呢 带来的 暗箱操作 就是内门舞弊 所以后来呢 就是 对 供应商的管理 就是供应商的这种 评估这一块 进行的这个 改进 首先成立的一个什么 跨部门的一个 组织 由多个部门代表 专门成立一个什么 供应商的考核小组 或者供应商的这个 评估小组 这样的话 避免呢 由 采购部 这一个部门 受算 那么 实际上按道理的话 也应该是 是吧 比如说 生产部 你要用的这个 盐材料 如果你这个 供应商 交货不及时 那会造成 停工损失 或者呢 你的质量有问题 那也会带来什么 带来这个 损失 是不是 所以 其他的相关部门 应该 站在不同的角度 对供应商呢 提出不同的这种要求 是吧 首先是采购部 采购部的一个 当然是关键价格 还有呢 是什么 交货数量稳定性 还有呢 交货的及时性 质量部呢 它主要是看什么 看你的这个质量 稳定 包装外观 还有呢 这个规格的整确性 还有书面投诉 实际上是收货服务了 是吧 我质量有瑕疵了之后 我反应给你 你供应一下反应 及不及时 重不重视 我这个投诉 态度 也很重要 第三 生产部 它的质量 技术支持 安时交货 或者我们有些企业是建筑行业的 是吧 它工程 是吧 或者说你是房地产企业 就是 质量 技术支持 安时交货 第四 财务部 单证的 不要发票 这种 准确性 那么 他们经过这个多次的这种 讨论 最后呢 确定了 评估指标体系 分成九个方面 而且对每一个方面 进行打分 加重起来是100分 首先 质量 25分 那么他们用什么样的 这些 技术指标 要关注质量 那怎么能衡量这个质量呢 退货数量占 收货数量的比例 用这个质量 在衡量 有没有一定道理 有一定道理 第二个 价格 也是这个企业 比较重视的 价格 那又分为 怎么来衡量呢 这到底用什么指标呢 一个 价格的表现 你稳不稳定 是不是老涨价 是不是 第二个呢 是对新材料 或者新项目 价格的反应 还有呢 供应上的价格的 开放性程度 这是 他的这个 第二个 是吧 这里面讲的 就是说 我接触过一家企业 他在长江三十周 他主要是负责这个 特殊这个商品的这种运输 比如说化学危险品 有毒的这种物质的运输 还有这个石油 这样的这个运输 那么他这个翘牌呢 我们中国允许他进入到长江三十周 去自己运营 开加务站 所以翘牌呢 但是他在各地有加务站 是吧 他要运输 他运输呢 就交给了这个公司 那么这个 他第一次合作的时候 他要求呢 他提了一个要求 翘牌公司 要求呢 就是说 他要派人参加 你这条线路 我要整条线路跟踪下去 那比如说 你从这个油库里面 运到另外一个加务站 好 那我要参加 他为什么要去参加 因为他想知道 你整个运输 过程当中 究竟会发到哪些费用 你这费用一般是多少 就他不怕你这个挣钱 但是他怕你的不透明 他主要是考虑这个 这个东西 我要了解 你的这个成本一般是怎么样 发生的 从而来 我可以来确定 我给你的这种价格 是吧 我不发你证件 我可以给加 但是我首先要搞清楚你的成本 这个 大概是这种 开放性 第三的是 时间内上的要求 安时交货 在规定时间范围内 交货的比例 用这个指标来衡量 第四 书面投诉 评估指标部门记录的 一段时间内的书面的投诉力 来反映你的这个书面投诉 第五 技术支持 这是平均供应商对 X公司人员有关材料的技术行为 以及研发中心遇到了问题的反映的速度和效力 由生产部 质量部和采购部 三个代表 共同给供应商打费 这为什么要多个部门 共同打费 这是为了避免 不客观 单个人 可能容易的是什么 不客观 主观性太强 包装和外观 那建立了一套对供应商送货的包装外观的 评估体系进行评飞 还有送货的规格的准确性 文件单确的准确性 送货的数量的稳定性 等等这些方面 你看 为了者九个方面 然后呢 又有不同的这个指标 就要评飞 定期 每个季度 对供应商进行打飞 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做法 就供应商 你怎么来进行考核 怎么来进行评估 一个 我们要 多个部门共同参与 不能够是由采购部设施 第二个呢 不同的部门要站在不同的角度 提出呢 对供应商那种要求 然后呢 根据这个要求呢 我们来设计 出相应的这种衡量的指标 并且负义呢 不同的这种分数 一般来说 你认为是这个 对你来说 越重要 我们要负义它更多的这种分值 你觉得相对来说 越不重要 那它分值要可以少一点 你比如说 你看 我们说 采购业务 最主要的这个目标是什么 我们说是 一个 质量 第二个是什么 价格 是吧 所以你看它 这两个指标 非常重要 这样的25分 占到了 加强 加动质量 占了50分 再一个就是时间性 它是10分 对不对 现在书面投诉 实际上就是反应 跟这个 在某种程度上 它其实也是反应的这种指标 所以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 是我们多个部门 来进行打分 根据他们的侄子 不是说有一个部门说算 所以内控 大家一定要这个 老老的记住 我在前面给大家说的 就是 内控所谓的本质 就是滞后期 这种指标 是 在这种指标 就是 这种指标